供阳当中 我想很多同修都念过金刚经 金刚经认识的好 大千世界切保供阳 都比不上法供阳 而且说法供阳其中的一句记 为什么 法供阳能帮助他开户户 大千世界切保供阳 他开不了户户 佛教 重法不重财 财是要写掉的 可是 财这个事情奇怪啊 越识越多 怎么办呢 越多也越写 不能留啊 统统把它写掉啊 确实 越写越多 越多越深 到哪里去写呢 印光大使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那就是 心法不实 印族 他老人家在世 他出名很晚 七十岁 才被人发现 这个人有道德 有学问 真正是同家 被社会大众尊敬 他老人家八十岁元级 真正鸿发立生 只有十年 十年的成就 在近百年当中 出家再家 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 这是我们要信心去体会 他就成功 中国古人说的一句话 后级薄法 你看他修行几十年 没人知道 七十岁 偶然的一个缘分 有一些巨师 研究金教的 到葡萄山去玩 无意当中 遇到了 跟他一交谈 觉得这个老和尚 了不起 回去之后 在报纸 杂志里写文章 对老法师的恭敬赞叹 老法师出名了 开始 弘法立生 他用什么方法 他用书信 就是 英光大四文朝 因为他说话 家乡口音很重 很多人听不懂 所以用文字来弘法 留下来的文朝 文朝的内容太丰富了 闲教密教 宗门教下 大臣小臣 他们又一样不通 他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专门劝人 念佛 求生 净土 这神殿堂中 景良 他的人太多了 供养太多了 四种弟子的供养 他做一桩事情 印金 他不做别的 就做一样 自己搞了一个印刷厂 在苏州 报告寺 就红化石 红化石自己印刷 那么他知道 在那个时代 文字宣传 是最有利的 效果 也很大 凡是读书的人 都喜欢读他的书 那么他的书籍 成本流通 不赚钱的 书也印得好 教对 精确 称得上 是善本书 我读到他的书 想到他老人家的为人 他的苦心教诲 我说他 四种同修 对我的供养 我也全都拿去印金 向全世界借语 所以发源就很殊胜了 钱多了 多印 钱少就少印 这个两年 印的不少 我们印大藏经 印了七千多套 我们的目标 是向一万套 印大藏经 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向书店里买书 它给我特别优惠的价钱 我买的多啊 四库全书 买了一百套 赠送给大学 图书馆 这个书 已经在分散了 四库会要 年百套 书还没出来 今年年底 出书了 年百套 这两套书 告诉诸位 美金一千万 都用这个好诗去干 这中国传统文化 不会上市了 除了这个 培养 真正想学的 同餐道友 现在 在马来西亚 蔡里 蔡里旭 那些老师们 大概有三十多人 他们发大意 为往生 集绝 为万世 开太平 这对于中国传统化 对佛法 为蓄福 毁灭 为正法 救助 难得了 这些人当中 将来 绝大多数 是以出家身份 出现 我们全心全力照顾他 希望他们 安居 乐意 提供他修学的环境 希望他 十年 像闭关的形式一样 每个人 专攻一门 一门深入 常识喧修 十年之后 就专家了 或是经死 或是论死 或者研究戒律的律死 十年之后 佛门 有人才出来 流通经典很重要 但是经典没有人讲解 不行啊 你看不懂啊 需要培养一批老师 对中国传统的学术 儒家 道家的 佛家的 这些人才 我们通通都要照顾 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 佛法 中国传统文化 再复养起来 我们的担子很重啊 我们会做得很辛苦啊 什么时候能恢复呢 总的三代四代五代以后 不时一代就能复兴的 没有那么容易啊 没有那么容易啊 我们这种东西断掉了 有一百多年 慢慢地恢复起来 大概也要一百年了 所以现在培养人才 比印书还要重要 印书有钱就可以印了 人才 人才可不是短时期能培养成 至少是你 所以这是我们当前的大死 是我们当前的真正的身心 对不起 这种真正的身心 然后再复养的